同学们好,欢迎收看秒学Ruby系列节目 在上一节中,我们讲了文件和文件夹还有时间的相关基础知识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认真完成作业 不过我还是希望同学们好好的去完成一下 对你们的提高很有帮助 而在本节中,我们将会来讲迭代器的相关知识 废话不多说,现在看一下本节的知识要点 什么是迭代器,怎么用,如何自定义 这几乎是我们每节课的必要的三个点了 那首先来说什么是迭代器吧 迭代器是Ruby中自己的一个特有的循环处理方式 非常的特殊 这样长有点抽象 但是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是一门实干的课吗 我们一般都直接跳到怎么用去了 那我们好吧,先来看一下怎么用吧 那我们现在看一个最简单的迭代器 在讲循环的时候,我们讲过上一个结构 数字.times,然后打括号 p,hello吧 然后打括号 它就循环了五次 而这样大括号里面扩住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迭代器 那每一次迭代器 那每一次迭代的时候,我想把里面的变量吃出来怎么办呢 当时我们是怎么做的 直接在这里定一个变量叫n 然后打印出n 然后打括号收起来 01234 每次的变量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最开始讲循环的时候讲的迭代器 那除了在这里可以用以外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呢 还有数主,它也可以用 以后数主,它也有自己的迭代器方法 叫.h 因为每一次循环的变量,我们也取走n 也就把每一次的元素给打印出来了 这就是在数主中的交用 那好,还有哪里可以用呢 还有hashi也是可以用的 我们先定义一个hashi吧 这样一个hashi就定义完成了 然后还是.h 但是hashi不同的是 它有两个字 一个king,一个one6 这里的变量名 我们是可以随意定义名字的 为了有意义,我就定义成拼弯对吧 这样看起来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好,同学们会看到 它也实现了循环 而且把值取得出来 进行的操作 那说到这里 还有哪里可以用呢 还有文件夹 文件夹在读取文件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h 在上一讲座我们用的是wire 当然也可以不用wire 也可以用.h 这里就希望同学们自己去尝试一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 迭代器 它是一种特殊的循环方式 是为了帮助我们简化代码 使它的可读性更高 它比wire写起来更简单 所以在此基础上 Ruby还有一种迭代器 叫short 我们重新定义这样一个数字 short short是用来排序的 我们要让这样一个数字 进行一个排序 让它逆序排过 这个地方非常抽象 我可能会多分析一下 这个地方 好,它就实现逆序了 是什么原理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short后它是有一个 同样的有一个变量 可以让我们写A和B A是表示前一个变量 B是表示后一个变量 然后A和B进行比较过后 替换位置 大的再前 小的再后 这样一个写法非常抽象 同学们可能暂时不能理解 没关系 多写一段时间代码 自然而然就会理解了 在这里我们看着看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叠代器 叠代器有哪些种类 有点times那种 有点it那种 还有点short那种 但是说白了 它其实都是一个方法 都是一个函数 是被调用而已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写一个叠代器 那叠代器该怎么写呢 我们来看一看吧 打开我们的subline 新建一个文件 叫给代器.rb 我们先创建一个基本的类 叫book book book 它有作者 还有标题 还有标题 好 这样一个book类就写好了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书架 里面有一个书单 这个书架 这个书单 它初始化的时候 是一个book list的书主 它可以往里面扎书 这就是我们之前学习的push方法 同样的可以获取书的长度 这是我们之前学习的lens方法 而且可以用方括号去获取 当前是哪一本书 这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方括号去调用 当我们不满意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修改第0本 第1本 用方括号去改 这也是我们之前去学习的内容 同学们是不是看着都很眼熟 在这样一个类里面 我们把之前所有学习的知识 全部给通通的串联了起来 删除一本书 自定义一个迭代器 我们迭代一个叫Htitle的方法 或者说函数来循环的 让我们可以处理每一次书的标题 我在这里面它也会跑一个迭代 这是这个书主它本身的迭代 在这里面 而在这里面要跑一个我们需要它运行的一个函数 一个括号里面的方法 那这样一个我们希望运行的内容 叫Y-I-E-L-D Y-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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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d的帮助 yad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定义自己的内容 是不是这样就好理解的多了 好 在这里我就不在中段里面去演示了 希望同学们能够根据所敲的内容 一字不漏的自己能够敲出来 最后在中段里面去试一试 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同学们能在这个地方 再传一个参数技能 再在yad里面能够处理这样一个参数 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代码都已经给出来了 希望同学们用心去学 好 本期的描述Ruby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